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节目的第二节 继续谈谈大都会錦标赛马的 另一项重要一级赛 马略卡錦标 这一项赛事是千马赛 跑的路程也是1600米 跟刚才我们谈的大都会錦标有点不同 究竟海尼沃斯马场的1600米 是怎么跑的呢 真的有点不同 跟2000米有点不同 先看看赛道形势图 天鹿一级赛 出马是14匹大家千万 但是大家的富榜 除了说两匹大三岁 只是轻薄一点 起步不久 那怎么办呢 其实就等于刚才2000米缩短一点的起步 起步不久就转弯的 进来直路一大逐流 虽然说海尼沃斯马场的直路比较长 但是我们也见过 如果你一直在外当卖不来的话 其实都有一点点滞抓 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当然了 后竞好的马就早点躲后一点 都没问题 但今次马略卡金标好就好在 出马又不算特别多 如果看回 我想排外当的马又未必说十分虧 始终出了集之后 都有一段时间给这些马找位 相信只要找到位置 跌马也不会太过虧 马上看看有什么参战马 会跑这场赛事 是1600米的场合 如果看看引进赛 近期有二级赛 王拳錦标 赛德海就是跑完这场盟主 赢得什么马 赢得二号的暴京云 这只是杜尾尔扒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骑士 三号马前中今次会搓戴眼罩 但它是军速型的马 五号就是光耀门尾 这些都是比较受注目的马 上次有些不能够的内闪 再数点就是七号 格飞寺庙 再看就有些星星战士 这些前次就是三级赛事 曾经跑得一般的马 其实近期的形状也不算特别好 再有些无敌女王 这一批都是挺受注目的 11号马 麦韦尼 当地现在暂时都非常受注目 最受注目是极受注目 是 因为麦韦尼一回到南非那边 都摸紧这一只马去跑 还有12的瑞公主 14号马就3号跑道 近期都有些范围的马 这批无敌女王的受注目程度 我真的去看网上搜寻新闻 有没有禁止 完全是谈刺了 是否这么厉害呢 看片段 等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计一计 1月11号的时候 那场沙圈錦标 他就赢了一批 这场一级赛来的了 已经是 有无敌女王 钱宗 米亚比金 都在一起跑 光耀鸿尾都在 不过是厚一点的 光耀鸿尾组断 无敌女王 右手边的第二批 黄武 黄袖 黑色衣服 都在内档都越冲越劲 都将其他马扔掉了 钱宗正在捱 外面的光耀门尾 米亚比金都在一起追上来 是单骑表演 赢得很轻松 都能赢得很轻松 都能赢得很轻松 虽然后面有些前钟 大家可以相比 因为1月11号 刚刚才看的 就是生圈錦标 就是一级赛来的 而且跑1800米 如果数回前一天 就有二级赛 就是王拳錦标 不过无敌女王 这次考验多一点 就是负磅 因为上次或前次 他赢马的负磅 比这次都轻一点 因为这次大部分 都13213 1磅 不过这样 始终跑七次赢 五次赢马 胜出率很高 其实唯一落地那场 就是下季杯 可能真的二千米不到 看他上一场 就赢了光耀门尾 前钟真的兵不血刃 我相信这艘马的潜质 进度都相当好 看看麦卫尼 可否再赢多一级赛 说什么比较重 这场赛事是分零样榜 只不过他是四岁马 跟连长马相差比较少 只有一磅 三岁马只有两匹 才是轻榜一点 所以现在条件稍为变了 大致上 是跑过都接近平榜的赛事 你说是否真的好虧 应该可以应付得到 再提到麦卫尼 香港的观众 会否考验是他大一点 对 会否真的紧张 不过去年来香港客串 就失败 或者没什么头码见面 然后回新加坡 亦是挫败感比较大 支持度比较少 好了 上季我们的暑期 回到南非发展 直到目前位置 有五十场头码 算是在前列位置 算是不错的 我们都明白 麦卫尼来到香港发展 要补充一下 怕丑仔一名 真是比较困难 因为在香港始终不同 要自己联络 找座棋 可能对他产底一点 但是回到南非 说不定有经理人帮他 那就容易一点 所以这次这匹马 骑惯骑熟 看看他可以怎么应付 他很大跟说 讲 war 昨天了 刚才阿图提出来的一场 黄拳锿 他入到直路已经忍不住自己走 其实他可以逗住的这条马 就不是说一定要晨这么早上来的 所以就是说这些马就很跑了 当然这次他的档位要考虑功夫 在中档起步 有少少要关键于事 但是如果以这条马的速度 或者以这条马惯常 他应付一些密集式的一起跑的话 他似乎的经验都不是很爬 我觉得都可以 刚才那条就因为跑短一点的路程 但如果你看看他跑 如果1400甚至1600米的路程 他就不用自己走 他可以留起来 跟你揭露一段后径 再看看如果之前 曾经在7月份 其实他就赢了什么马 赢了苏珊娜 是 苏珊娜 所以就比较凶少少 而且也挺准成的马 继级数 始终在上年是两个一级赛的盟主 在这一组里的确是比较先 赛质上 这两部分看完片段之后 好像有些方向 看看有没有挑战者加入 在12月14日的时候 有一场赛事叫顶尖錦标 当时参加的马 计备上面有些改动 赛前都说会加个眼罩去跑这场赛事 有时就 总是跑到大赛 都是有一点顾忌 突然跑到大赛 跑得好地地 甚至乎之前都是好 赢着 这些转变的马 都没有这些配备 突然间加上下午可能都是想球变 上一场沙圈锦标1800米 虽然他1800米 其实他2000米都可以应付 但上一场1800米的末段 很明显是有少转弱 再加上刚刚涂所说的 大赛之前转配备 令到我对这只马 也有点担心 希望就不是说差了 会不会 可以好了 可能是有的 但问题就是 这些转变跑一级赛 对我们来说 不多不少都有多了顾忌 其他的对手 你说能力很好 又不是 我们找多一匹参战马的片段 瑞公主 那一场是牙买加让赛 不过真的也是让赛 1月10日已经是 瑞公主是内档 外面那一匹追上来的 那一匹是可以比 不过两只只能跑第二 跑第三 这场是他们叫表列赛 其实瑞公主在这里 走掉了一点 可以比追上来 但外面那一匹更厉害 可惜两只马去到最后 都赢不到 瑞公主跑第二 可以比跑第三 不过你看看 如果始终这场是表列赛 感觉上的速度感 和刚才那些王拳 三圈感表都挺大分别的 回来好像每个都会 步步捞回来 捱回来 所以水准应该都会比较低一点 那这场赛事 看完之后 似乎又不觉得 因为现在跑平榜 那这个瑞公主 她又不是说 背到最轻磅的三岁马 你说着数很多 不要说着数 甚至大家 就这样平排拍着 可能都是似一些 就不似说太有冠军赏 希望到时 有大幅进度的表现 还有还有一匹 是米亚比金 我们也找到另一条片段 给大家的 这场赛事 就是她前仗上阵的时候 因为她有份跑沙圈 那边就输了 也可以看起来 还有星星战士 那些 米亚比金 叫做外档粉红帽 那一只 逐步追上来 内档红帽 那一只白鼻 那一只光耀门眉 是光耀门眉 我想有些参考的状况 就是跟光耀门眉一起跑 其实跟沙圈这样一样 两只都比较近 两只实力都不会差太远 不过她的第二 好像威胁也不太大 但是有几匹马都没提 是光耀门眉 上次就在一级赛 沙圈这样标 其实她就是瘦了一批 如果大家有时间 再看看 没断的不能夾到 还有有点耐心 感觉上有点事马的味道 所以看看这次 缩回到1,600 会不会有点能力 看来这场赛事 有个形勢 似乎我们看不通 有点不似 但也会这样标 都要排队 看看怎么排队 高兄你喜欢哪一批 我喜欢无敌女王 始终跑过7次的马 胜出得很高 赢5场 刚刚看片 沙圆錦标 赢马姿态也相当出色 看看这只马 可不可以帮麦韦尼 再赢多一场一级赛 也希望麦韦尼 回到家乡那边 真是有马赢 也很成绩 我选一只光耀门眉 试一下 因为上次它有少少 改变一下跑法 和全程顶住了外跌 未必是最佳跑法 进来直内 有点被马受困 然后就要修正 末段没有什么骑 有点感觉 试一试 马有没有反应 末段也有反应 顶到他第三 这次就缩回来 跑了1600 看看能不能爆一段 至于剩下的马 其实赛德海和暴京云 我觉得两批都可以考虑 但当然来说 近迹来说 似乎赛德海比较可信 而且他表现都挺稳定 跑法也灵活 我们刚才说过 他前面走自己可以 甚至不走的话 先逗住 去到半佬 慢慢加速上来 亦都可以 而跑法上似乎令我比较安心 所以二选一的话 赛德海 我清先他一点 好 记得留意 星期六晚上 大都会錶标赛马日 头场赛事 开跑时间是7点50分 在稍早的时间 电视已经开始有得看 到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是什么时候 我们这一组 应该去到杜拜星期四 去到二月尾 我们今集时间够了 下次大战前夕 再和大家论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